所以小Call 爸爸這個事情再復發 他的心情一定很受影響 對 然後我們其實 每個人心情都很受影響 因為怎麼會就是再次復發 然後我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但是後來爸爸還是決定說 繼續做治療 但是這麼開始做治療的那一刻起 我爸爸就沒有再回來過 就是第二次去住醫院的時候 然後呢 他的復發的地方開了刀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每開那個那邊的刀 癌細胞又再漲 再開就漲 所以我記得在那個馬街 總共開了三次 十個月的時間 他好辛苦喔 對 你可以看得到說 他住進去的時候 是很有求治 求生欲望的 但是後來慢慢漸漸 每一個月這樣過去了 你到了半年之後 住了半年之後 你會發現我爸爸不想活了 對 我們沒辦法想像那種痛苦 他不想活了 他真的不想活了 然後我就 這個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我有個朋友 他也是口腔癌 他事業很成功 可是我覺得他年輕的時候 應該有吃冰 他後來戒掉 但是來不及 他也是逃避 就是說不敢面對現實 因為他一直就是嘴巴有破 然後都不好 那我們就跟他講嘴巴 如果破都破過就好了 你怎麼會整年的還不好 因為他太漂亮了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講話都有味道 所以他才勇敢地去 去以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去以後醫生說 那我們切片 他竟然跑掉 他逃避 不敢面對 他做事業很衝 但是面對這個部分 就是很很很很雀弱 結果後來他就發現 已經第三期了 割嘛 割完以後呢 他那個舌頭要跟上面 你把它縫在一起 舌頭跟上顎要縫在一起 不敢讓你吐來吐去 因為那位上顎要傷口 然後呢 我們就看他 我們就說辛苦了 你的辛苦 我們能體會 然後不能講話 他說就要拿黑板 他就寫 他先寫三字經 你們能體會才怪 真的無法體會 真的無法體會 因為我爸爸後來躺在那邊 他是完全沒辦法說話 甚至沒有辦法進食 對 然後呢有一次我們就在病 就是在病房的時候 因為我們照顧爸爸是有時候都會帶一些小零食啊 或者是吃麵啊 飯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病房 然後看到爸爸就是拿著餅乾喔 他在聞味道 他在用聞 他想吃 他不能吃 他就用聞的 用聞的 看了好難過喔 然後我們就跟 就後來家裡說 是你在那邊吃餅乾 對我的錯 你這個不孝女 對 然後就看到爸爸在那邊聞喔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個畫面 就覺得 太難過 太難過了 然後就後來就是家裡的人 就是講好說 我們不要在他面前吃任何的東西 因為他看到他不能吃 然後再來其實醫生有說 即使我爸爸好了 這輩子都不能吃東西 他只能一個管子 那個 衛照管 所以 對那時候在灌食 我還學著怎麼灌食 因為那時候我不太會 那個 你知道太低 你知道裡面的東西會溢出來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要學著著 我幫爸爸灌食 對 然後讓他有飽的感覺 那就看他這樣子 其實沒有求知欲望的時候 其實爸爸連想要出病房 都沒 都不想走出去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真的很希望爸爸 可以活下去 那我就說 我就會鼓勵他說 就是沒事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 就是幫你推著輪椅 去樓下曬曬太陽 或者是你可以去外面的走道 走一走 對 因為他一直不走 他的肌肉一直萎縮 你知道那小腿就變得很細 你的肌肉都流失了 對 然後爸爸後來有聽我們 聽我這樣跟他說 所以他就還願意出去走 但是到了後半段 後半期的時候 他其實癌細胞 已經慢慢的蔓延全身 跑到淋巴了 對 他已經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他真的很痛 透散 對 擴散 然後我們就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也只能在旁邊陪他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才十幾歲 我就很 你知道爸爸看他這樣子 我沒知道他可能就是 我沒知道 就是等他離開 然後就很擔心說 我很怕會忘記我爸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邊辦公辦讀 因為就是自己要去賺學費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找 只要有空檔的時間 一定要衝到醫院陪我爸爸 因為我很怕我忘記他的樣子 對 就是就是我只能多陪爸 那你要拍照啊 這樣拍很奇怪 就是我是覺得應該跟他多多相處 因為因為我們那個年紀 其實跟爸爸是有距離的 那我覺得我都還沒有跟你 就是再更親密 我長大也沒有辦法孝順你 你就要這樣離開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滿難過 但是我們又不懂得怎麼表達 這件事情 就是陪 就是陪 然後就在旁邊 據說爸爸想親生啊 他是想親生是因為後半段 後半期他真的太痛了 所以我們決定幫他打麻飛 媽媽後來幫他打麻飛 讓他忍 就是那個疼痛感不要那麼 這麼讓他難受 對 然後打到後半期的時候 爸爸出現幻覺 他說窗外有人要帶他走 然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站起來 要往窗後跳下去 把他拉住耶 他說外面有人 外面有人 對 但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看到了什麼 可能是瞻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種瞻望 不知道 然後他後來就 因為打麻飛之後 其實他開始都陷入了昏睡 因為就是他也不太能表達些什麼了 所以那時候就是看著爸爸 然後就是越來越消瘦 然後我們就 就覺得滿難過的 是 那請教一下 這個維軍 像他這個復發 他心情大受影響 這個我們可以幫 將 怎麼安慰他 其實我覺得小柯的家人 真的做得很好 很盡力 也就盡可能地陪他 讓他在那邊 不是孤單一個人面對 而且我覺得你們有很努力地 用行動讓他知道 爸爸我們真的很愛你 爸爸你對我們很重要 就是即使這些話 我覺得可能真的好難說出口 對 但是我覺得你們的行動 而且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的女兒半工半讀 很辛苦 還奔波來醫院陪他 然後盯著他看 我相信這一切 他一定都有感受到 我覺得其實這個都是家人 在當下能夠願意花那麼多的時間 跟心理做已經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說我覺得好像事隔十幾年 小柯講起這件事情 還是很遺憾 對 那其實像像我們現在大部分 致癌醫院裡面都有心理師的配置 那很多我覺得其實家屬 如果真的覺得有這樣的心理糾結 可以主動跟組織醫師說 要聯絡心理師過來 那其實我們大概會做的 我們有一點像是會引導 你們更多做一點 比方剛鎮大哥講這個拍照的事情 其實可能我們就會直接鼓勵說 那我幫你們拍個照 然後而且我們很會讀心術嘛 雖然讀不出密碼 但是至少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爸爸有什麼心聲 有時候病人沒有辦法講話 或他也不太能比探 對 我們大概以我們自己的臨床經驗 或人生經驗 我們會去猜爸爸可能有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病人可能就會點頭要頭點頭 有時候我們在在工作裡面 我們會幫病人寫一封信 送給他的家人 送給他的孩子 就我們寫好以後給病人看過 這是你的意思 大部分的病人都會覺得說 對對對 就是我一輩子想要照顧家人 因為他不能表達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簽名 或者是蓋一個手印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送給家人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品 那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覺得家人在一起很親近 就會覺得不用說都知道 我們就不用講 用做的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遺憾 就是我不知道爸爸有沒有以我為榮 我不知道爸爸有沒有平安 然後或者是我們這麼積極的 舊阿嬤 不知道阿嬤 他如果人清楚的話 他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我們做的是對的 可是很多時候 其實像我們是旁觀者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其他病人的經驗 我們那時候 或我們溝通的經驗等等 我們那時候可以問他說 爸爸你那保險櫃幾號 其實我覺得這個這個沒有 沒有不能問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很多時候我們的病人是最清楚自己身體狀況的人 他們其實很想講 但是旁邊的人會覺得 你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病人 他可能在剛開始診斷 或者是說他做第一次治療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跟他的配偶跟孩子說 我的印章放在哪裡 存摺在哪裡 我們找律師來 然後我要做一組的見證 但是但是家屬就會說 你還沒要試的 還沒要教的 你說這個要做 想這個要做什麼 就打斷他 要講 其實 其實是要讓他講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他沒有要講 我們可不可以問他 這個我覺得要看家庭的關係 因為像我有一個病人 前幾天我有一個病人 然後他的女兒就是都很 他女兒人在很遠的外地 可是非常積極的 在幫他媽媽聯絡這些事情 這個你這個病人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來說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fest